在這個戲裡頭其實 當然我們也是看報紙上面寫的 就本來呢 這個 導演呢 還是你呢 還是陳建兵呢 說 其實你可以去演 郡君王 對 你自個也覺得 長得一表人才 當然是郡君王 沒想到 導演說 我覺得溫太一 你比較適合 當時心裡有點 他說 好像別人都不行 你只能你來演這個溫太一 從眼神上 從眼睛上 你知道溫太一跟郡君王 最不一樣的 那就是甄嬛啦 沒愛溫太一 愛的是郡君王 溫太一 我疼你 愛你 照顧你 好可憐 我覺得小燕姐入戲很深 而且演誰像誰 你演誰你馬上就進入角色了 就進入角色了 其實你不用說 你只要往那兒 你說兩句台詞 我就知道你演的是誰了 真的嗎 對 我覺得這還是相當的 哈哈哈哈 那怎麼了 下一次就演太后吧 如意傳 因為我覺得太后最不累 那 那個 皇后還挺有心機的對不對 太后就怎麼了 小燕姐 您就對著鏡頭 跟劉戀子說一下這原著 那個 下一次的如意傳 其實甄嬛是太后 因為她是她的下一代了 哦 您就演太后 演皇后 哇 可以 入戲了 其實有意思喔 拍這個戲 我覺得 我覺得在拍的時候 就是一點一滴的 你看著它跟這個 因為你自己是交禮儀的 當然你也很高興 比如說大的電影畫皮啊 這種孔子 當然他們很講究 但在電視劇也這麼講究 其實是高興的 對你來說 非常高興 其實任何一個戲 就連穿樂劇她來找我 說你來做禮儀知道 我都會去 只要我去 因為對文化上面來講 等於有貢獻 對 因為她少了一次錯誤的影響受眾 而且我看了她的這個 我才知道說 比如說以前我們皇上來的 都太監講 皇上什麼什麼的 假動 錯 她根本沒有叫的 是弄鞭子的聲音 對 就是在上朝的時候 會用這個明燒三響 對 這三響 這個太小了 要大鞭子對不對 因為這個鞭燒聲 這鞭子太高了 這個是宜仗喉 宜仗喉 對 就打三響 對 皇上就 對 明燒三響 就是說肅靜 肅靜 安靜了 其實這有道理 對 這個是 是傳下來的 自古傳下來的 然後這個明燒三響 也不僅僅是像我們 徵觀傳那麼簡單 其實還不是一個人 是 漂亮 對 每一個門外面都有人 一鏡一鏡的這樣子 對不對 其實而且我們也才知道 這個皇上 以前我們看戲 皇上在講話的時候 城子都跪著那 你一嘴我一嘴的 沒那事對不對 開玩笑怎麼能接近皇上 你不高興的 進去就砸皇上 對不對 對 以前呢是這樣 皇上離這個大臣都挺遠的 另外一個如果有什麼事 給你個綠頭圈 說什麼時候到我東暖閣 來聽我說什麼事 給我研究什麼事 這個大臣們從撩個帘子進去 一個黃葡萄 一個葡萄往那一跪 就起不來一直在那 現在的大臣站在說說說說 轉身還就就就轉身而去 還轉身而去 那那個時候沒有 就一直跪著 連頭都不能抬 一直說什麼什麼 所以大臣們說的都盡量少 那膝蓋才能夠不疼嘛 眼睛應該 皇上也不愛聽是不是 還跟你聊家常沒有 對 所以這也就是讓 讓皇上稍微講 你跪著你講不得太多 對 你講多了你得拖出去 媽媽講完了對不對 然後這個大臣們總跪著 所以瓊瑤阿姨寫的 這個黃朱格格裡面 一個跪得容易就這麼來的 在古代確確實實有這麼個東西 跪得容易 對 就是瓊瑤阿姨寫得非常好 好聽也有意思 實際上以前的人是膝蓋上會 真的是需要對不對 而且家中的老臣年紀大了 你知道他跪還真可憐 對 然後他回家會練的 要練的 歲數月大七八十歲他要練的 然後呢包括 明天比如說要一個什麼宴席 他提前一天都不喝水 哦 不喝水 因為到那去之後 所有人都跪在那或者坐在那 都不能出去沒機會 尿褲子的也有 所以盡量就 那個時候很有 他應該發明一個 包尿的容易 就是後來就出來尿不濕了 不是 包大人 其實說起來在以前 這個太醫啊 我們看的書上寫 它是用一根絲線 懸絲枕脈 懸絲枕脈 難怪內功的妃子容易死掉 那哪能看病 根本 根本沒看嘛對不對 對 我問了中醫院的專家 他們說懸絲枕脈呢 他們也看到了一些 這些記載 但是不可能 不可能 對 哪有那個是電波 是什麼波 沒有這個可能 所以呢 導演說我們盡量尊重歷史 那怎麼辦呢 男女瘦瘦不清 用一塊帕子一擋 再忙也要把這個帕子擋上 然後不管我怎麼樣 我再喜歡這個女人 我再怎麼著 我也不能直眼看著你 不可能 所以就我在裡面戲裡演 一直低著頭 那完全不抬頭 這個演員就沒臉了 抬頭說完了之後 我又垂下去了 就是這個肚長我 你知道就是這個 所以人家覺得你多好啊 多天卑啊對不對 這個真的是 佔了我做了這麼多年禮儀 這個講師的這麼一個 好的先機或者是條件